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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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個二次合作的作品 能夠承接到第二代的規劃集會 其實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任務 在這個新疆當中 我們想要工作的一些特質的寓意 把它內還在當中 所以我們運用了空間 整個白色為基底 在雲朵中自由翱翔的空間感受 這個是我們想給女主角 一個全然的生活劇本 這位年輕女巫主 她其實有提到說 她之前因為是空服員 遊歷了許多國家 那她其實最喜歡的還是說 回到家裡 有一個純白潔淨的空間 可以讓她放鬆自己 後遇情時代 我們對於玄關的設計 都有特別做一些規劃 我們盡量都是會讓她 呈現一個獨立的空間 因為是空服員 所以她回來的時候 會有一些行李箱 她需要放置在一個置物櫃裡面 那因為是獨立的空間 她就可以在這邊做一個消毒清潔的動作 再進到房子裡面 我們在客廳跟玄關之間 設置了一道雙開的拉門 主要是為了區隔客廳跟玄關之間的空間 那也是為了女主人未來有養毛小孩的話 那當女主人出門 可以把毛小孩留在客廳的空間 而不會跟著跑出去 在這個小巧獨立的玄關空間 我們還增加了一整面牆的明鏡 除了服衣真理作用之外 還有延伸客廳玄關的空間放大感受 這個櫃子我們設計一體兩櫃的作用 面對玄關它作為鞋櫃與儲物的功能 那面對餐廳廚房這邊 是作為餐酒櫃的使用 那它同時也避免了開門建造的問題 我覺得在這個空間的設計上面 有趣的是 因為屋主之前經常出國 其實也憂慮過很多國家 在白色的基底之下 我覺得還會有一些不同的風格融合進來 像美式的古倉門 羅馬的拱圈 日本的原木家具 我們擷取各個國家的一些特色 來融合在這個空間的設計裡面 其實這個女屋主是很獨立的都會女性 她有提到她不喜歡麻煩的事情 也不喜歡有凌亂感 所以我們在空間的設計上是開放的流暢動線 在宮領域上面我們還是有一些留白的空間 其實是讓屋主可以有一些多功能空間的運用 例如做運動做瑜伽 它未來也是可以讓毛小孩作為遊戲空間 這邊我們設計的其實是開放廚房的空間 它可以跟客廳做一個連結 那同時如果有三五好友來一起聚餐 可以煮煮飯然後用餐 我們還選用的這個餐桌是可以特別延伸家場的 我們更一是入口的這個圓拱設計 其實一方面也是呼應說 在外面宮領域的圓拱形狀的展示櫃 那一方面這邊也有點像是房間 進入到一個城堡裡面的這種感覺 我們進入到主臥衛浴 可以看到有兩個平台 一個是衛浴平台 另一個是化妝平台 我想有化妝的女孩子都會知道 我們化完妝之後 一定要做一個清洗的動作 所以我們特別將這兩個功能結合在一起 在這個化妝平台的側邊 我們還有一個放置化妝品收納的壁龕 更旁邊還有一個收納的櫃體 它除了可以放一些烏衣之外 還可以做一些背瓶的收納 毛巾用具 或者是我們一般會常用的體重機之類的 拉開骨艙門進到客房之後 我們可以看到有兩組上線壁床 它放下來的時候可以提供 父母來訪或親朋好友來玩的時候 作為客房使用 收上去的時候 它又是一間多功能的空間 其實一個好的故事 大家都會很期待說它能夠有第二集 我們能夠再為第二代 再創造一個新的劇本 這樣子的一個感動 很希望帶給每一個人 大家是擁有夢想的一個權利 而我們搭琴是讓這個夢想實踐 在這裡 我們會很期待 튼會封閉 來我歡迎大家 我們會看